大家好 我是柴 我是薯 歡迎收看 不一定好吃廚房 我們今天要來還原的是 比小當家還要更浮誇的 大家一定都有看過中華一番的小當家 還有一個也類似小當家的動漫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實際之力 但是他更誇張 小當家都已經很浮誇啦 比小當家還更浮誇 小當家只是在海裡游游而已 可是實際之力是吃完之後 好吃到會讓你出現就是 18D的黃跟反應 我們先來看一下 性品創真在這個動畫裡面 他是怎麼做這道料理 這個真的是蛋嗎 不像是歐姆 我覺得比較像鬆餅耶 放大版的鬆餅 它好厚喔 這個這樣子用彈指這樣 壓下去就很Q彈的感覺 對喔對喔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什麼 番茄泥 蒜泥 蛋四顆 白砂糖小許 奶油 黑胡椒粉跟義大利香料 現在來開始做番茄醬 把蛋清先做分離 會嗎 為什麼我不會 啊 的話跟蛋白分完之後 蛋白先打發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的 這叫什麼打發 打蛋器 打泡劑 嗯 這講話 打泡劑 人家叫攪拌器 好不好 我要讓蛋白比較好打發起來 可以加一點點檸檬汁 或者是白砂糖 把蛋黃加進我們發泡好的蛋白油 裡面 加入鹽 一點點胡椒 刮刀 透過旋轉的方式 來達到脹棒的效果 蛋黃蛋白都拌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平面下油鍋囉 先放一塊奶油下去 舒芙蕾的蛋糕下去 然後開小火 把它蓋起來之後 燜個兩分鐘 舒芙蕾的蛋 完成了 欸剛才用牠子這樣在那邊 痘痘痘痘 它真的會痘痘痘 它的口感好奇怪喔 對啊 好像在吃泡泡欸 很空虛的感覺 對啊很痘 可是好像在吃泡泡的感覺 哪有18勁的感覺 對啊 哪有18勁的感覺 我亂說 但是加這個醬很好吃 我知道像什麼感覺了 就是啤酒上面那個泡泡 這個口感還蠻特別的蛋料 大家可以試著嘗試做做看 那我們今天這一道 十七之靈的 舒芙蕾歐姆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評論 不知道怎麼形容欸 就是 吃到現在還是覺得很空虛 不一定好吃出版 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 真的有18勁的感覺嗎 你說那個泡泡有18勁嗎 有嗎 因為這感覺是騙人的啊 哈哈